一次同学聚会后,我和老同学做起了露水鸳鸯 周伟毕业已经10年了,同学们也相继成家 如今大家都对同学十分想念,想要彼此见一面 这波,周六同学小号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 无论是山南海北还是距离多么遥远 大家都跑回来参加这次聚会 周六周伟早早的起了床,起来洗漱刷牙 又把自己新买的那套西装穿上 早晨起来的时候妻子还笑她 说聚会竟然穿这么正经啊 周伟说,当然重要,这么多年没见了 都不知道大家长什么样子了 中午她到聚会酒店,发现同学们早都已经到了 还见到了当时上学的初恋情人小平 小平好像都没有怎么变,还是这么漂亮 当时他俩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相当开心 就是因为一些小事,而那的不可开交 但分过后又很后悔 专业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后来小平告诉大家,她已经离婚了,带着一个孩子 周伟心里五味杂评 同学聚会后,因为心里对周伟初恋情人的同情 经常约她出来吃饭 为了避嫌,有时候还会带上妻子一起 但是时间长了,周伟心里有了异样的想法 这两天两人喝醉了 但又不想各自回家 就开了一个房间 第二天两人做成大错 周伟一下子觉得对不起妻子 渐渐的疏远小平 两人默契决定从此以后不再见面 但是有一天小平的孩子发烧了 他觉得找不到人 他只能打电话给周伟,希望他能跟他一块去医院 周伟没有办法推迟了 只能和他一起 这样一来而去,两人又熟络起来 后来因为周伟老是鬼鬼祟祟 他的妻子就知道了 妻子只是很平定的说,我们俩离婚吧 但是态度是非常的坚决 儿子也用愤愤的眼神望着他 就是因为周伟一时鬼迷心窍 毁了自己美好的家庭 男人一定要管住自己 不要因为一时的行销而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否则你一定会追悔莫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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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